清明黨籍的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將同入年底首都市長選戰 外傳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拍板 讓黃珊珊以無黨籍的身份參選 卻遭到了國民黨解讀 是為了搶民進黨的選票 上午柯P在出席活動時她回應說 怎麼不說要搶各黨的選票呢 更強調對清明黨主席宋楚瑜有人情壓力 如果說宋楚瑜願意出面相挺 那當然是最好的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也在自己的節目上分析了選情 代表藍營參選的立委蔣萬安 缺乏了行政資源 得要夠強才可以壓下其他的競爭者 傳出客問者拍板 讓黃珊珊無黨籍參選台北市長 為了就是兼顧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心情 但宋楚瑜是否願意出面相挺 卻沒人敢肯定 不鬆扣何時請辭參選 但看在國民黨眼中黃珊珊的無黨考量 卻充滿政治算計 跟民進黨保留一個合作的無限空間 陳時中的民調跟選情 沒有辦法有效的拉抬 保黃珊珊棄陳時中 那有什麼不說無黨籍參選 也可以爭取國民黨民進黨新黨 所有黨都可以 前一天更傳出 衛部部長陳時中對參選北市 蒙聲退役 先前更糟 前交通部長林家榮 案指仇恨直高 讓陳時中的身邊下屬護航 直言等於做事多 卻讓老汉疫情指揮官 對槓的柯文哲鬆了一口氣 缺乏中央北市行政資源 成為國民黨立委 蔣萬安最不利參選條件 藍綠白撒卡都戰局 依舊充滿變數 接著從講告子遙台北報導